视频开始前想问一下各位的冒险等一段集呢? 应该都是萌星吧? 毕竟老萌星都有钟离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良夏 死隔多久呢? 钟离也是迎来第三次的复刻 随着版本的更新 玩法有多样化 这期视频我们聊聊钟离这一节色的抽取建议以及攻略 如果对你有帮助 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 硬币还是留给更加专业的吧 毕竟一个硬币是此经验 转发也无经验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钟离是一位 可以篇幅C和超强辅助能力为一体的万金牛角色 兼顾、健康、双岩特效、最强护盾 同时钟离可以作为物理主C进行输出的全面角色 钟离自身突破的是炎元素伤害加成 八死级最多突破加了428.8%的炎三 突破的属性可以大大提升钟离的一个炎元素伤害 三维方面的话 90级基础生命值是14695 攻击率是251 防御率是738 生命值得在目前索尔角色排行第二 与琴并列 总体方面还是比较优秀 说完角色定位来看看天赋技能方面的 普通攻击至多连续6档枪击 第5段有4段伤害 一套下来就是9段伤害 但是魅力并不高 武功因为攻速比较快 搭配虫银破水盾还是比较不错的 非常帅 可不点 元素战技 钟离的辅助核心技能有点暗和长暗的区别 点暗只生成炎剂 长暗则是生成炎剂 还会生成这个护盾 长暗对元素的目标有更强的破盾能力 钟离的护盾吸收效果和其他角色还是不一样的 对全属性有得150%的吸收效果 受益于生命值 如果是处于护盾情况下 对附近的目标减少20%的全抗 也是钟离辅助最香的一个争议之一了 固有天赋1 护盾受到攻击的时候提升护盾强效 最多25% 也是钟离在护盾比其他护盾角色 进一步拉开插序的一个争议了 元素爆发 天星对范围内的离人造成巨额的元元素伤害 并且石化 不过对于精英怪是免疫的 这也要注意 会随着升级而提升石化的一个时间 最多是4秒 倍率上还是蛮高的 固有天赋2 钟离的普攻 元素战技和爆发 都是给予生命值提高一些伤害的 钟离所需的磁条是双爆 生命值还有攻击力为主的 说完天赋技能来说说阵容搭配方面的 钟离在阵容搭配上 可以说是90%以上的阵容都是可以搭配一起的 主要钟离拥有提瓦特最硬的盾 对于守长胆玩家来说 盾可以让输出更加安逸更加安全 不谁辅助钟离 目前最主流就是弧形中的阵容体系了 以及削弓啊 削优拉等角色都是可以的 以我这个平民胡桃金桑灭城为主吧 胡桃双水可以达出轻松死亡的伤害以上 从身体的爆发角色来说非常的强势 钟离的主谁流玩法也就是物理输出为主的 推荐这个阵容雷加兵触发超导简看 这里的罗莎丽亚可以换的七七挂兵以及治疗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 凯亚也是可以的 云锦呢作为一个普攻怪 可以极大提升钟离的一个普攻伤害 如果钟离是鸟枪祸的护魔 那么伤害会轻松松到两万不是问题 钟离的武器选择方面首选五星的护魔 而不是专武 这时候可能有比较帅的猛星就会问了 那为什么不是首选专武呢 这个主要原因是护魔这把武器实在太强了 特效是根据生命值受益于增加攻击力的 而钟离血量又特别高 以及高贵的爆伤磁条 所以也变成了钟离的首选武器了 光虹给钟离的话只是外观上毕业而已 第二选择是鸟枪有高贵的一个爆击磁条 以及攻击力 这个不用多说 平民武器方面如果作为辅助的话 首选伤心的黑鹰枪 提高生命值大大提高这个生存能力 以及这个护盾量 也是被称为钟离的伤心装武 四星武器方面选择决斗之枪 首选 高额的爆击磁条可以让钟离的面板非常好堆 既可以作为主身也可以作为布谁选择 至于牵延长枪的话 主要是触发困难 以及能高精炼 这里就不够的推荐了 西风长枪在队伍缺冲人的时候也是一把神器了 特别是岩队 生意物方面的话选择之前可以先说一下物理主身流的一个推荐 武器刚才说了 生意物选择方面的话二昌白 二壤血 二决斗 等二剑套的攻击力都是可以的 生意物部位的话推荐攻击杀 也可以生命杀 杯子的话物伤杯 或者没有物伤杯的话可以攻击杯过度 然后头是暴击暴伤头 天赋方面的话主身都要点 面板可以总体参考一下 如果只是作为辅助的话 四千炎 然后生命值拉莽即可 如果想要让钟离有更多的伤害 推荐二旁炎 二中士 二决斗等二剑套的生意物 生炎暴的生意物部位即可 相信各位看到这里对钟离这个角色应该有很好的理解了吧 欢迎来到弹幕上让我看看 接下来看看命座方面以及抽取推荐的 一命同时可以存在两个炎剂 二命是开大可以让附近以及角色套盾 四命提升大招范围以及石化时间 六命是护盾受到攻击会回血 总体方面上 钟离的命座是一二四算个自变吧 六命其实对于胡桃这种角色来说压血就不太友好 而且盾足够后一般也不需要治疗 然后抽取命座方面上零命足矣 推荐抽取的话是二命 可以不用一直释放一技能来浪费时间 然后这里说说钟离目前版本究竟值不值得抽取吧 老玩家表示已经算快两年了 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 但是也给萌新玩家说一下吧 钟离的核心在于拥有提瓦特目前最强的护盾 不会被击飞嘛 这时候你有更多的时间去输出 变相的提高伤害 这个伤害是无法估量的 拖盾上也是比较强势 特别是岩系 当然这些优点还是说少了呀 说的比较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必抽啦 所以你到底抽不抽呢 可以发弹幕上大家讨论一下 让我看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钟离攻略以及抽取建议 如果你有看到这里可以发个弹幕 证明你曾经来过吗 我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个特别关注哦